像我们在妇产课的话 很大一部分是自然产后 我们会建议病人要回诊 看的话主要是看 要帮她做子宫颈膜片 那第二个的话 是看她整个恢复的一个状况 那有一次的话 我遇到的案例就是 她生完的小孩自然产之后 后来再回来的时候 是已经快隔两个月了 一进来妈妈脸色就很苍白 然后看起来不太舒服的样子 还有一点这样子发抖 我就说我们不是有约回诊 那个时候你怎么没回来 她说我在月子中心都好好的 所以就没有回来 那我说那你现在怎么不舒服 她说我一直底下还在出血 已经两个月了 坐完月子两个月了 底下都还是有二路在排 而且量蛮多的 她说在坐月子的时候 坐月子中心跟她讲 喝了生化汤之后 那个排二路的量会比较多 所以她就觉得是正常的 可是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还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另外她还说她有发烧 我们帮她扫一个超音波一看 那其实当时在自然 完产的时候我们看胎盘是完整的 可是偶尔小部分的病人会出现 叫做附属性的胎盘 她可能在完整的胎盘 外面有一块小的 当时没有排干净 那如果她在我们约定的时间 有乖乖回诊的话 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 会使用一些促进子宫收缩的药物 把这些胎盘 或者是残余的组织能够排掉 她的出血状况就会改善 就她那时候来的时候 血已经不是很够 所以又需要输血 那另外的话 那个组织在里面太久 有点发炎感染的状况 她就必须要住院打抗生素 然后后来用 手术的方式 把她把这个残余的台盘拿掉 对 那手术又怕会影响到 她日后的怀孕 所以最好还是能够 依照医师的医嘱 对 正式回诊 这样我刚产后 我在发现就是走路的时候 肚子都会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后来就是小朋友都要定期的 回医院打那个打证 打预防证 我想说好吧 不然就是顺便做一个检查 就医生做超运波检查 他就说是腹腔出血 就是还没有到自行吸收 所以我可能会有这样走路疼痛的症状 后来扫了很久之后 医生跟我说 我就当下非常紧张 那医生跟我说你不用担心 因为就是还蛮小的 然后再来就是每个女生 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只要就是少吃糖类的 或者是说荷尔蒙的东西 不要擦 不要去吃太多的话 摄取太多 基本上这都是可以控制的来 对 然后等到更年期的时候 她就会自己慢慢的改化掉 但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紧张 对 所以还是会 每年都会定期的回去 找一次草云波这样子 对 其实回诊这个概念是非常浅显易懂 因为大家在电视上都会看到 买保险呢 他有可能会送你健健 所以有生病 当然是要回诊 回诊要钱喔 没有送 没有送 所以有健保卡 健保卡还是现在这样 每个月都在讲 所以要回诊 那宋医师刚刚说糖尿病 糖尿病其实是百病之母 叫糖尿病治百病 不是治百病 治疗的治 它是导致的治 像在刚刚宋医师说的是 长在背后一个毛囊眼 变成一个笼包 但是它长在其他地方 譬如说在胸腔里面 它可能就变化膿 原本很简单的一个咳嗽 那它可能就变肺炎 肺炎里面积水之后 它就变里面有化膿 有肌膿 那这些肌膿的病人呢 其实就是需要做手术来处理 或有个病人他其实就到急诊来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 因为他饮食也不是很正常 那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我们帮他抽血糖 都是三四百 然后他的糖化血色素 通常都是九到十 这类病人其实可能就是要 规律地回去这个新陈代谢科 或是加一科 做一个调药的动作 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他是感染的疾病 所以他需要服用抗生素 抗生素一般人 我们跟病患在说的时候 你要抗生素可能就要打几天 要服满几天 其实这是有一个规定的 就是说你要打完之后呢 这个病菌才有可能被你完全的杀死 但是台湾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就是所以这些病人 尤其是男性的病人 对抗生素其实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排斥 所以通常我们在医院 就是让他打这个针剂型的抗生素 打了一段期间之后 看起来有比较好 我们就会说那我们改用口服 你就可以回家休息 不用在医院里面跟人家人挤人 彼此交叉传染 那让他回去之后呢 通常大家都会自作主张 我没有发烧了 所以我就不吃了 那不吃呢 有一半的人会过关 一半的人又不过关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个病菌其实会有抗药性的 那像我这个病人 他回去他就不要吃了 不要吃之后 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又再回来门诊 因为他发烧了 他说医师是不是你手术上有问题 后来看起来的确 他的浓胸又跑出来了 但是这个细菌跟他上次 我们帮他做抽集 跟上次一样 但是明显地对抗生素 有抗药性 所以抗药性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在这个美国最近 他好像有发现一个 是任何抗生素都杀不死的 所以这类病人的死亡率 在加务病房里面是高达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 现在有这种超级细菌 对 所以大家其实在用健保卡 去领这些抗生素 口服抗生素的时候 其实都应该要回诊 而且要根据他里面所 我们要叫你们吃几天 完整地把它吃完 因为没有吃完就是造成抗药性的开始 抗药性其实是因为这些细菌 它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管道 它可以把这些基因传给他的同伴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会没有药可以使用 对 那个病人应该是会跟你说 不会啦 吴医师口才很好 人称一届的叫卖哥也 你讲得很清楚啊 我们就听得很清楚 对 因为其实抗药性的产生 主要是这样就是 好明了 除了那个细菌会传给细菌之外 另外就是你把一个东西 打到半死不活 突然停药了 我们叫你吃四周 你吃两周 你的细菌可能半死不活 你等于让他有机会去适应那个 适应那个抗生素的样子 对 他很多人也很奇怪啊 他觉得你抗生素有一定的 其实我们叫他一天吃四颗 或是一天吃两次 他就自动吃一次 他想说我又不敢不吃 但是我又觉得吃这么多 会伤我的身体 那我自动减半 自动减半 自动减半 自己跟自己跑家玩家 对...你自己跟自己跑家玩家 那你这样要干嘛 这样也是等于在训练那个细菌而已嘛 对啊 又是把它打到蛋死不活 然后又把它部落在这个环境 他就慢慢慢慢就会产生 他就知道说要怎样对抗这个细菌 久而久之看到去就出来了 在我们人生的现实时候 你要把对手彻底的击溃 就要一去跟他死 你都不拉那一伙伴 对... 接下来的人就惨了 没有... 没有... 所以说细菌加我们的细菌 我们要把对手击溃 第二个就是 以前家人都没病死 怎么突然就发生了 讲到这种突然 那心脏科应该是名列前茅 我们偶尔会在报纸上 读到一些新闻 某些名人 突然就发生了什么病 甚至就是生命就逐出过去了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会造成猝死的心脏病的话 大概一半都是没有病死的 好 为什么这样子呢 连我以前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也对这个情况很好奇 那我的老师就特别跟我讲 他说如果一个健康的人 他的心脏完全没有缺血过的话 你今天突然一条血管堵塞了 他就是堵塞了 三条血管堵一条 就像那个三个椅子三只脚 扫一只脚 那一定要跌倒的 你就过不了这关了 那可能就是一个猝死 但是那些老病患 他已经长期在堵塞了 可能青岛馆做好几支 枝架放好几支的 他已经习惯于 他那个是缺血的 甚至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 测肢循环 测肢循环 那些测肢循环 就可以让他怎么样 就是维持他的生命 所以他可能常常叫119 常常跑加护病房 可是这种病人 大概猝死的机会是不高的 所以刚才是说 心肌梗塞要从小练习 这种反而不会马上死 对 没有这样从小练习 但是如果有发生过一次两次以后 他的这个确实耐受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心脏病 如果急性心肌梗塞的话 确实是我们 当然很容易致死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呢 年轻人如果发生心脏疾病致死 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叫做肥后性的心肌病变 这个在偶尔我们在国际版的新闻会看到 某某很有名的 甚至是奥运等级的运动员 突然就在运动场上都倒下去了 那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他们的心脏 产生了一个肥后性的病变 那这是一个自体险性的一个 一个遗传疾病 那过去可能完全不知道 但是一旦发生的出问题的时候 就是当场是一个心率不整 那这个心率不整 如果没有办法 现场有AED把它救回来的话 可能就是生命危险 那再来就是我自己遇到的一个患者 这个也是没有警觉的 就是心肌炎的患者 一个年轻的女性不到40岁 突然就是好像有点咳嗽的症状 在一天当中就整个喘到不行 那个呼吸非常的费力 那送到急诊室X光片一照 整个肺是白的 那个心脏超音波一照 心脏几乎没有在跳动 那当下我们就判断 这是一个急性的心肌炎 送加护病房跟家属解释等等 这种疾病在以往的话 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因为 当然家户病房照顾得非常 还有一个重点 有叶克膜的帮助 所以装上叶克膜之后 帮他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情况慢慢改善 心脏的功能 真的像大病初遇一样 又慢慢恢复回来 那么这个难关就过了 所以像这种心肌炎 当然也是没有病史的 像有一次有一个20岁男生 他是在下班之后 跟大家一起打球的那种 那种夜间打球 然后结果他打到一半之后 就突然昏倒 胸痛然后昏倒 那他说旁边的人很有经验 因为有一个是医生 那就是会想到 刚刚刚医师说的 就是肥后性心脏病 这种最常人生来 这种十几二十岁男生 突然运动的时候 就倒下来 结果这个病人还有心跳 所以就带着那个现场的AD 来到急诊室 但是我们急诊医生 更有经验 一看到他就觉得 他不是心肌梗塞 因为他整整人长的就是 主动脉玻璃的脸 怎么样是长的 像主动脉玻璃的样子 那我们就先赶快 先给他量血压 真的是两边有差 一边血压很低 一边血压非常高 这个就是很强烈 怀疑他主动脉玻璃 一做电脑断层就是 赶快找心脏外科开刀 然后这时候他家人才来 然后他的妈妈 就跟这个病人长得不一样 他这个病人大概 快一百九十公分 非常的瘦长 然后他的手呢 摊下来的那个长度啊 他整个人长得真的像蜘蛛人 不是电影那种蜘蛛人 电影蜘蛛人比例是正常的 他的比例是 就是像蜘蛛的人 对 然后他的手指也很长 像那个青蛙那样子 对 他爸可能是刘备 对 然后结果他爸妈就觉得 不可能啊 我是说你看他的外表 他就是不 他其实就是 那像这样的病人的话 他的结地组织 就是先天的异常 所以任何有结地组织的地方 他都会比较松 可以讲简单讲就是比较松散 所以血管壁里面有结地组织 膝盖关节有结地组织 所以他可以长得很长 然后血管壁的话 如果你血压一高一点 你在运动的时候 一下子就主动卖玻璃了 然后这死亡率很高 他妈就说 他小时候我给他吃转骨汤 所以我把他养得这么高 因为他妈妈才150 他爸爸160出头这样子 那一个小朋友快190 他说 我说不是 不是 这是遗传 就他们家属想说 好像在那个阿公自辈的 真的也有人这么瘦长 只是那个人没有发病 那这个年轻人就发病 可是通常如果有发病的话 他大概 要有后代的机会会很难 因为他们死亡率很高 对 因为他会一而再 再而散的主动卖玻璃 那就不知道哪一次 是没有办法手术治疗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喔